众所周知,如果你问一个德国消防员,你除了灭火,还会点别的吗? 那他大概率会发明一个什么都能点的火焰烹射器。 如果你和一个战地医生说,我们想减少战场伤员, 那那个医生可能真的会发明一个能有效减少伤员的东西, 手摇加特林之枪。 战场上的需求和对应的实现方式,永远是这么的神奇。 20世纪初,各种矛盾及其锐化的欧洲, 战场运较一场前所未有空前惨烈的战争, 新的风暴已经出现,怎么能够停滞不前? 军方表示,啊,是时候提出新的武器需求了。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, 纠组的战举和高额的损失, 让搞军事的那帮人产生了一种渴望。 他们可能不止一种渴望,可能还有十七八种。 其中英国联络官搜了任体出入, 能不能让工程师设计一种可以打破僵局的强力武器呢? 要求不多,半年一年内可以打破德国就行了。 英国首相当即表示, 哎哟,道理啊,最强的武器不是战舰吗? 你们陆军想有办法给战舰加个轮子咯。 陆军上小机前那想了想, 脑子里浮现出了这种情况。 离谱,果断拒绝。 啊,给战舰加轮子, 你得去找海军大臣啊。 我一个不普通的陆军大臣, 懂个锤子的战舰。 由于陆军大臣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, 是让海军大臣的球角被割了。 他索性在海军里搞了一个创制陆地战舰委员会, 专门来解决这个无惨般了的产品需求。 有一天球角他收到了一个提报, 在大安彼岸, 有者能够像魔鬼一样爬行的美国机器。 像魔鬼一样爬行? 卧槽,很角色啊。 当即决定, 就用这个作为陆地战舰的动力源头。 那这个描述的那么魔幻的设备, 具体有什么用呢? 但是牵引和驱动作业自动式动力机, 简单说就是, 拖拉机。 经过长达六个月的给拖拉机板筋改装后, 一种全新的, 用铝帽式拖拉机驱动的铁盒子诞生了, 叫做小游民。 随后又经过了一系列改良, 1915年底, 一种全新的武器, 马克一诞生了。 作为海军的产品, 名字肯定和水有关, 悄悄给这东西起了个新名字, 叫水柜。 一辆实战坦克就出现了, 哎, 不是说好给战队加轮子的吗? 怎么变成拖拉机套铁壳了? 而这不重要, 好用就行。 一转时为了回应德国在法兰登发动的攻势, 联军决定, 三学月间铁入运输的方式, 将49辆一型坦克, 从集结地运往前线, 这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, 然而其中17辆就直接趴窝了, 不发贵大战场, 那不是还有302辆可以碾碰他们吗? 然而, 又是四辆还没开打, 就出现了机械过障, 退出了战斗序列, 英军仅剩18辆坦克, 配了步兵向德军阵地发起来冲锋, 但怎么说呢? 它叫坦克啊, 受到的菱形坦克, 不刚得怪水般怒吼着, 冲破铁丝网跨越现好, 压垮掩护攻势, 车载火炮和机枪向四周不停的猛接射击, 很多带上的德军士兵都被吓门逼了, 还是最终会追回的地理第17号坦克, 光是一亮, 就下着300名德军士兵乖乖脚械投降, 曾经打仗很简单, 不过说把大象关键冰箱只要三步, 那打一场仗也只要四步, 刚开始火炮炸, 然后是冰冲, 接下来进站好, 最后占领站好, 可坦克出现以后, 打转的形式就更简单了, 关门, 放坦克, 而是从追到坦克和牛逼后, 各国马上就开始卷起来了, 法国, 我们的坦克, 破塔必须能转, 设计师表示, 哦, 对对对对, 德国, 我们的坦克, 输得是不知道快到哪里去了, 设计师表示, 哦, 对对对对, 苏联, 我们的坦克需要输快, 需要里程长, 装甲扎实, 火力凶猛, 动力强劲, 维护简单, 还挺, 你可这叠buff呢, 尽管转到苏联这边, 军方的需求, 已经散事, 离不他妈给离不开门, 离不到家了, 但架不住有天才, 一直困扰坦克工程师的, 激动, 防护, 无法取得平衡的问题, 硬度是被苏联天才工程师, 科什金设计的, 其三色坦克解决了, 就被苏联坦克, 跟下脚子一样的快速生产, 实际上小胡子, 希特勒, 做了一个违背乔波斯的决定, 我们要比大, 更大, 于是天深夜, 保世杰博士, 接到了一个, 来自希特勒关节的电话, 大致是说, 博士, 我们能不能, 立刻, 马上, 搞出台最牛逼的坦克, 博士表示, 也不说明有这种可能啊, 其实博士是想礼貌拒绝的, 谁知道, 希特勒似乎没理解这一侧, 也有可能这一步, 他在大气层, 没办法, 保世杰和他的小伙伴们, 只能开始这个项目, 在发案即将成型的时候, 特朗普穿越到了希特勒体内, 没有人比我更懂坦克, 希特勒决定, 由他带头顾关技术难题, 那他是怎么攻关的呢, 37被口径炮关的长度太短了, 咱们一体六十七十倍才行啊, 哎, 一百吨重量太轻了, 咋疼一体都不是这人, 嗯, 希特勒是个很好的产品经理, 祝他早日几天, 根据希特勒的需求, 保世杰博士, 绘制了一份编号为K3881的蓝图, 啊, 这个设计不是改的测试啊, 希望大家不要误会啊, 几番修订就到同设计后, 配合克鲁国设计的炮台, 概念模型出现了, 1943年, 他位于东普路市的希特勒总部狼穴, 一个坦克模型出现在了零件空地上, 技术世界完全满足希特勒上一次提出的需求, 但在现场, 希特勒还是发出了曹操式的感慨, 不可能, 绝对不可能, 听清楚了, 我要的是一栋堡垒, 装甲要更厚, 重量要更重, 可是长官, 这样就超过了铁路运输极限了呀, 那就再造一条专用铁路咯, 啊, 还有一件事, 跑的口径要更大, 啊, 当然还有一件事, 还可以跑得更快, 啊, 对了还有一件事, 这两场坦克, 对我们战争很重要, 那行吧, 援手都发话了, 那就瞎钱, 就认真落实吧, 一台188吨的蜀式坦克横空出石, 最高速高达是3000米, 然后产品经历希特勒就被击添了, 当然, 也不能说希特勒这个产品经历比较离谱, 因为还有更离谱的, 1953年, 苏联进行了一次和坦克相关的核爆实验, 和鲁小虎先生发现, 实验场景的坦克全被先翻, 吸取了战斗力, 这怎么能行, 真坦克, 就得扛出核弹, 很快, 恩怡河洛的击洛工厂, 就接到来自赫鲁小虎的指示, 想办法搞一张坦克出来, 两个简单要求啊, 扛辐射, 耐高温, 啊, 还有一个要求, 要在受到中距离核打击以后, 还有作战能力, 需求很离谱, 研发很给力, 1957年, 这个能扛核弹的坦克279工程, 让车落地, 然后直接开进了博物馆, 因为产品经理赫鲁小虎他变卦了, 啊, 未来战争比较导弹和核武器, 像这种重型坦克, 就该扔进垃圾堆里, 想办法搞一扛, 真实, 当然, 各国坦克产品经理的极块需求, 也不安全是奔着变强去的, 就比如英国的充气坦克, 能不能打不重要, 看起来越牛逼越好, 造价越便宜越好, 男朋友越走德国20RZ越好, 专门用来骗火力, 你过来啊, 这种需求工程需要掉多少头发我不知道, 但产品经理肯定爽得飞起,